各位同学 欢迎收看台北市国小国语科线上教学影片 这节课要跟各位同学授课的主题是 议论文盖说 在这节课,老师希望你能学到 1.了解什么是文章的题材 2.辨别什么样的文章属于议论文 3.了解议论文的构成要素 接着,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1.文章的题材 所谓文章的体材是指文章根据作者写作目的的不同 可能是为了描写所见所闻 可能是为了传达知识 也可能是为了说服读者 或是根据写作方法的不同 如用押韵成诗或是举证来说服读者 又或是运用身体的感官体会 写出自己的观察体验而分成不同的类型 也就是我们一般常听到的文体 在小学国语课本中 同学常学习到的文体有 继续文、说明文、议论文 今天要请同学来认识议论文 二、认识议论文 什么样的文章是议论文呢? 议论文是指针对某个议题或某个事件 甚至是某个人物 作者根据自己的认知 进行分析、评论 写出自己观点、看法的一种文体 议论文的内容就是要使读者 相信作者的文章是最权威的 是值得相信的 也就是要说服读者 举例来说 台湾所需能源 像石油、天然气等 96%需要从国外进口 在这种条件下 核能发电在台湾究竟是应该发展 还是不该发展呢? 又例如 沿流女王头 因为受到大自然的风化作用 脖子越来越细 究竟我们是该利用科技 做人工保护 延长女王头的寿命 还是 应该让女王头随自然风化而消失 回归大自然 化为尘土呢? 再例如 同学们更关心的议题 上学时间该不该延后一个小时 上学该穿制服 还是该开放 让学生自己决定如何穿着呢? 像这些议题 每个人都可以对于某个时事议题或事件 甚至是某位人物写出看法、评价 这些都是一种议论文 3. 议论文的构成要素 议论文的构成要素有三个 论点、论据、论证 首先谈谈论点 什么是议论文的论点? 论点是指根据某个主题 可能是某次老师出的写作题目 例如 用心做好每件事 或是某一项议题 例如 父母该不该给孩子零用钱所提出来的 属于自己的见解或看法 就是论点 老师举汉林版国语课本 守望相助这课的第一段为例 说明什么是论点 文章内容如下 人与人之间要彼此关怀 相互扶持 生活才能安和快乐 同邻里社区的人 若能 新手相连 发挥患难与共的精神 做到守望相助 那么邻居相处更和谐融洽 生活也会更安康美好 作者在文章的第一段 已经直接点出他对守望相助的论点 那就是同邻里社区的人 做到守望相助 相处会更和谐融洽 生活会更安康美好 这个社区居民要守望相助的看法 为什么是本文的论点呢 根据议论文定义 议论文是一种主观说理 说服别人的文章 而其中的理 这个字就是论点 代表要说服别人的道理 但因为是自己提出的 所以带有主观的成分 回到守望相助这一刻 为什么说社区居民 因守望相助是这一刻的论点 因为这一段话是全文的主旨 也是作者想要说服读者的道理 这是作者主观的看法 不是客观陈述 知识的传达 换句话说 当然也可以有人提出 社区居民不用守望相助的看法 重点是 如何说服读者相信这种说法 而不单单只是天马行空的胡说一通 而要做到说服别人 就得应用议论文第二个要素 论据 议论文第二个要素是论据 论据是指 为了证明想法和看法的正确性 所提出来的证据或是理由 当作者提出一个见解 一定要有材料作为根据 才能让人幸福 这些材料便是论据 我们来看看 守望相助这刻 是用了什么样的证据材料来当例子呢 一个是王奶奶的例子 王奶奶每天都会跟邻居打招呼 假日时也经常教导社区妈妈烹饪和编织的技巧 一天清晨 左邻右舍没看到王奶奶出来 便到他家一探究竟 发现他出门前滑倒 痛得无法走动 便赶紧叫救护车 将他送到医院治疗 第二个例子 发生在嘉义县三美春 这里的居民为了防止外地人来盗鱼 成立了河川巡守队 不但维护达纳一谷的生态 还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 守望相助这一刻 便是拿了王奶奶滑倒受伤 在邻居的协助下送医治疗 以及嘉义三美村民成立巡守队 来改善居住环境的例子 当作论据 来支持作者 社区居民应该守望相助的论点 这两个例子在本科中 就是发挥了论据的功能 最后谈议论文的第三个要素 论证 论证是这三个要素中最抽象的概念 它是指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 作者想出了自己对于某个议题的论点 也找到可以支持论点的论据之后 要运用适当的方法 做出严谨的论证 才能增加文章的说服力 也就是说 论证是将论点和论据巧妙结合的方法 论证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可以透过举例说明 反驳对方 归纳或演绎 对比或比喻等等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见解 以守望相助这课来说 作者想用举正面及反面的例子作为论证的方式 来说服读者社区居民应该守望相助的论点 因此 文章中找了 王奶奶华岛邻居帮忙送医治疗 以及嘉义山美春成立寻守队 维护社区环境 作为正面的例子 也找了部分不重视守望相助 社区环境脏乱 肖小猖獗的新闻报导作为反面例子 运用正面例子和反面例子来支持论点的方式 就是作者使用的论证方式 上完了这节课 老师希望你们已经了解 什么是文章的题材 能辨别什么样的文章属于议论文 也能了解议论文的构成要素 语文魔法1.0 线上学习生过瘾 我们下堂课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